中国那边的企业 最近在美国华尔街 它的在那边的上市几乎都遭到抵制 甚至这个证券的这个评价 都认为他们不符合国际的标准 你知道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吗 是因为中国的财快报表 到底实不实在被质疑 然后中国这个国家 对于美国的这个证券 这个市场 管理人员要求说 要派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到中国进行 财快报表的查核 悍然拒绝并且通令中国的企业 还有在中国的这些会计师事务所不得配合 中国的财快报表不透明 或是说它的信任度不够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台湾的银行有办法对中国的企业 进行财快报表方面的查证吗 我们会计师大概没有办法查他们的报表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台湾的银行如何贷款给中国的企业 我们的银行应该不是贷款中国企业 而是贷款台商啦 可能要问个自由时报报导台湾六家银行踩地雷 这里面有没有公股的 我不清楚这一点 这是一家在德国上市纯粹中国的企业制协业 跟我们连带了六千万美金就是18亿台币 合到钱的下个月就不缴款了 合作金库连带在里面 请合作金库的董事长 请问合作金库在中国锁利协业连带多少钱 一千万美金 锁利协业是一个台商企业吗 不是他是大陆的企业 请问你这个贷款的对象 你们有了解到他的财快报表的详细状况吗 他财报是编得蛮好的啦 编得蛮好的为什么借到钱的下一个月就跳票啦 这显然是有一点这种 显然是有诈欺嘛 可能你还觉得说反正一千万不够多 三亿台币承担得起 你们合库今年的营业额 盈利并不是很高啊 请问中国锁利有没有提供什么样的担保品 没有担保品 请问你跟中国企业的连带案 除了锁利之外还有多少家 总金额是多少 因为这里面在 我们在大陆有分行 还有在香港也有做的 但是整个真正是里面有台商也有外商 也有大陆的 所以我们可能还要再讨计下来 所以你连你借了多少钱给中国的企业 你都不清楚 总共我们大概980几亿 以前不是在这个地方信仰淡淡跟财政委委委员讲说 我们能够放贷的金额只有在中国设立分行 而分行是跟我们母航是独立的 有防火线 那个总金额是他的资本额度 三个分行总共的资本额是多少 因为是分行所以他没有资本 他是用周转金的概念 索利今天带的是1000万美金 假设你带的是10亿美金 何库有没有倒闭的风险 所以我现在要拜托部长 公股银行对中国的企业 放款连贷多少金额 查清楚给我们稍微会做个报告可以吗 哪一些是有资产做担保的 哪一些纯粹只有看财块报表 就放贷的 也要分裂出来 那提供担保的担保品 发生风险的时候足不足以清偿 也要进一步查证 我觉得这是对国有的一个交代啊